大家好,我是面包 根据游戏平台Steam的官方统计 截止2023年11月 Windows 10的占有率已经跌至53% 而Windows 11上涨到了42% 可以看得出玩家们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发布了两年的新系统 至少在游戏体验方面不会倒退 但也有一些正在养老的用户 觉得稳定就好 什么新UI新功能都不感兴趣 即使看上某个新功能觉得有趣 想体验一下 比如自动HDR ProPilot 安卓子系统等 谷西勇气安装上Windows 11 结果一看这个右键菜单 开始菜单 任务栏怎么都不一样 没几天又换回了Windows 10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两款小巧实用的软件 帮你把Windows 11带回到过去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右键菜单的这个问题 现在我默认的在桌面上右键的话是 这个是Windows 11的一种新的菜单 要点击显示更多选项 才会出现以前的菜单 然后在文件上点击也是一样 显示更多选项 就很多人这里用不习惯 所以我们把它改为默认就是按以前的 文实那种方式 它首次启动这个工具的话 它可能是英文的 然后我们需要从这里修改 语言 中文 好,然后上面这个就是旧版 就是我们需要换回旧版 点击 然后需要重启Windows资源管理器 第二个也就是恢复到Win11的这个新版 好,现在重启完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虚拟机有点卡 看到现在已经是旧版的 Windows的右键菜单 然后看一下这个文件 好,没问题 也是新版 也是旧版 然后我们恢复到新版 试一下 新版好像不用重启资源管理器的 就直接成功了 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开始菜单 这个开始菜单挪到了中间 然后菜单的样式排练 也会有一些变化 然后这些工具 我们比如说习惯把它放到左边来 就要安装这个工具 为当前用户安装 或者这个随便 它会自动重启一下资源管理器 好了,现在已经安装成功了 它会自动弹出这个软件的设置界面 它默认有三个预设的主题 这个Win11就是现在这样的 Win10 Win7 这根据自己的需要吧 来修改 然后我们看看其他的设置 开始菜单 这里可以去自定义的做一些修改 显示大图标 SP 钥匙 还有这些 要不要显示 比如说不显示 不显示文档 不显示图片 这样这里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显示显示显示 这就会有 然后看一下任务栏 任务栏的这个汇标 logo 也可以自定义 然后可以选择底部的这个 任务栏是否合并 如果你的分辨率比较大的话 这里可以选择不合并 分辨率小或者笔记本容顾的话 还是自动合并的 图标 距中 或靠左 一般的话 你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选一个预设的主题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已经激活的 以上两款软件可以到 软件超小杯的网站下载 进入网站以后搜索 右键或开始栽单就可以找到 我一回把网址放到简介中 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请为我点赞或订阅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확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